你好,我是卓马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有一些风景一旦错过了 这再也看不到的 川藏县这条神奇的天路 有一种特殊的风景 那就是翻越崇山峻林时必经的高山崖口 高山崖口其实是一条公路 在翻越山梁的最高点 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些全景观景台 而现在这种全景观景台正在消失 比如已消失的高尔四山崖口 它以前是一个风景绝战的观景地 高尔四山山顶上有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 叫做黑石城 这座城市原来是当地的穆雅藏族的王都所在地 黑石城正面朝向就是贡嘎山 所以在这里能够看到日照金山 但是遗憾的是 随着高尔四山隧道的开通 高尔四山崖口已经成为历史 同样在前往四姑娘山的路上 八郎山崖口也是一个眺望雪山群峰的好地方 站在那里 能够看到四姑娘山风景区里面 最好的几座日月宝镜雪山 而现在为了方便通行 八郎山隧道已经代替了八郎山崖口的作用 还有就是317国道上著名的天险 屈尔山 崖口海拔超过5000米 但随着屈尔山隧道开通使用 那种险峻又刺激的行车体验也成为了历史 还有一座著名的高山崖口也被取代 从您知道拉萨的最后一个山头 翻过米拉山口就进入到拉萨河 米拉山可以说是一座借山 而米拉山口现在也正式的被米拉山隧道所取代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还没有去川藏县的朋友请记住 正在消失的还有两处崖口 再不赶紧去 可能就真见不到了 第一个地方叫做绝巴山 绝巴山崖口是整个川藏县318上 单体海拔落差最大的一座山 这座山的攀登过程是非常惊险和刺激的 但是现在正被绝巴山隧道取代 还有一座就是非常著名的折多山 也听说今年折多山隧道为全线竣工 那么折多山亚口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